全世界间谍你最多 你现在还要人家来抓间谍 而且呢 重金悬赏 最高奖金10万人民币 请教一下黄杰议员 现在中国公布了非常多 包括管网红的 或者是管网路的 他们就讲说这个叫做 危害国家安全行为 这有什么意义 我想要先分享一下 因为这个 他们今年6月6号公布的 这个公民举报 危害国家安全的奖励办法 其实不是第一个办法 他们其实北京在2017年 就已经公告了 第一个事办的办法 那内容跟这个 其实是差不多的 只是先在北京事办 那很明显 他们就是2017 先在北京事办之后 发现成效不错 那今年想要扩展到全国 让全民都变成 一起来举报国内的间谍 或者是这种策反的对象 那其实这是非常恐怖的 会变成人人自为 人人害怕彼此是间谍 那互相举报的状态 那我先讲一下 北京那时候2017年 它实施之后的成效 因为它其实在2017年 实施一年之内 就获得了5000次的举报 其实是非常频繁的 那甚至那时候举报的内容 大概有三类 第一类呢是说 就是如果你是 为境外提供科技情报的 这些人员都有可能被举报 第二类是外籍人士 如果你在国内有引诱 就是国内的人士提供 这个研究的资料 也可能被举报 第三类是如果外籍人士 在国内进到军事相关的地方 进行摄影或拍照 有可能就会被 在你过去的那个司机所举报 他们发现最多是这三类 所以这种情况 对台湾人来说 或者是说对境外 让中国仇视的国家的人士来说 是非常危险的 怎么说呢 因为会发现 他们其实很多都是针对外籍人士嘛 就是如果你到国内 他就把你当贼 把你当成可能要去 要去监控的对象 那所以现在变成 大家担心的是 为什么不是行走的50万呢 因为他就是意思是说 只要你跟中共意识形态 不服的 你走在路上 他举报你 他就可以获得50万 所以就变成说 这个行走的50万 也只说在中国境内 你跟中共意识形态 不相符的人员 都有可能变成被举报的对象 那我们担心的是 这样的结果 就变成是人人监控彼此 那整个社会处在一种 大家都害怕彼此是间谍的状况 那我相信这样的社会氛围 绝对不是我们乐见的 我觉得我们没关系的 能接到 所以我们有一个 有人要有减联码 如果我自己会弃到